一切都是老闆說的算 不要維持那個調薪是這樣 就靠基本工資的調升 才能夠把水平提高 各個企業各個工人才有機會 得到一個調薪的這種機會 大家也都很清楚 每次在談基本工資的審議 好像為了爭一顆茶葉蛋 一顆乳蛋 大家在這邊勞方資方 你爭我奪 然後資方就會放話要出走 不然就是說他們五缺 你政府那麼用心的解決資方五缺的問題 為什麼不來解決我們勞方缺錢的問題